懂了?小知识,大世界! 物联网与生活 超市中,每件商品都有一个条码 顾客挑选好商品后,收银员只需要扫一下条码 商品的种类和价格就都显示在计算机上了 其实,这就是物联网的一种应用 在一些发达国家,只要扫一扫农产品的条码 就能知道这些产品出自哪个农场 下一来,生产不合格食品的农场或加工点 就会被轻易地踢出来 食品安全也就更容易得到保障了 除了标识商品,物联网还有更广的应用 例如,上班族可以遥控智能吹具,烹饪食物 一回家就能吃到热腾腾的晚餐 人们可以随时监控公交车的运行状况 或是公共自行车的推广状况 为出行带来方便 而物联网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正体现了它的强大作用 筛选过滤并提取人们所需要的有用力